原标题 这个英雄好汉中有这么一个人 虽然是梁山的开山之人 三朝元老 但是在梁山的排名并不高 仅仅位列九十二而已 他就是朱贵 外号汉帝忽虑 从他的外号就可以看出 朱贵实际上是一个很狡猾的人 根据历史记载 忽虑这个词一般有两个意思 一是指契丹文里的鳄鱼 是一个在水里面称王称霸的人 二是指一种剧毒的四角蛇 最喜欢吃乌龟 然后把龟壳当做自己的巢穴 当猎物不明所以靠近龟壳的时候 就会被他突然袭击致死 不管是哪一种解释 都说明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 就朱贵在梁山上扮演的角色来看 他确实称得上这样的名头 朱贵最早在梁山脚下开了一家酒馆 跟随王伦在 梁山落草之后 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营生 继续在山下卖酒为业 顺便打听各路消息 在临冲上山的时候 临冲就跟当时的头领王伦很不对付 王伦几次三番想要赶走临冲 还是在朱贵的鼎力支持之下 才最终留了下来 所以作为梁山的开山头领 朱贵最初还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人 后来随着王伦的死亡 朝盖的上山以及宋江的上山 朱贵都作为重要人物有猎席 但是他的地位却随着人员的聚集 变得越来越低 在这一点上 朱贵至少没有明确表达过不满 他就像一个老好人一样 只想好好打理自己的酒店 为梁山的头领做些情报收集的工作 在水浒传有这么一个情节 朱贵搭上了一支小剑 向对港败罗哲尾里面射去 临冲道 此时何意 朱贵道 此时山寨里的浩剑 首刻便有传来 真是对朱贵日常工作的正面描写 可以这么说 要是没有朱贵的存在 那 怎么宋江的故事 在中途就戛然而绝了 因为正是由于朱贵用蒙汗料 放到了到东京去报信的戴宗 才引出了后续江州劫法场的故事 宋江也才因此登上了梁山 最终成了梁山的头领 另外 朱贵所在的酒店 还成了梁山的物资中转战 不管是俘虏还是其他军备物资 都要经过朱贵的酒店 另外 一些对于梁山不利的消息 也是通过朱贵的酒店 传达到梁山之上的 所以 朱贵的重要作用 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同时 开店的朱贵也是一个人精 很早就看透了宋江的本来面目 特别是在梁山上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静缓自己的地位一将再讲 他还是无动于衷 因为他明白 自己是一个搞情报工作的人 又远离了梁山的防守种地 要是太招摇的话 被其他人知道了 武功低微味道他 保不准哪天就被人杀了 所以 为了保命 朱贵也是够隐忍了 同时 朱贵凭自己的识人之术 早就看穿了梁山这一伙 所以并没有成为哪个派系里面的成员 只是老老实实卖自己的酒 顺便收集情报 最后 朱贵病死在开封 受封一劫朗 也算是得了善终吧 参考资料 水浒传 宋史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联系删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